这是一张纯化水检验记录 我们如何进行纯化水和注冲水的制限检查 中国药点案例物版对于纯化水和注冲水做了明确的检查要求 虽然以前课程没有特别要求 但是这一节我们需要进行详细的学习 尤其要掌握纯化水这页检查的操作和结果判断 上节我们介绍了纯化水为蒸馏法、低子药汉法、反渗透法 和其他一些适宜的方法来制备的制药汉水 不应该含有任何的附加剂 应该是无色的澄清的液体、无臭、无味 对于纯化水 中国药点规定应对酸碱度、氯化物、硫酸盐、钙盐、硝酸盐、亚烧酸盐、氨、氨、氨化碳、液氧化物、挥发物、重金属、微生物限量等项做检查 那么如何进行这些检查呢 接下来我就一个个通过视频的形式进行展示 希望以后有同学步入工作岗位有所帮助 取纯化水10毫升 直接撤起电脑率 电脑率应小于等于2Vc每厘米 取纯化水10毫升 加甲鸡红植液2D不得显红色 另取10毫升 加秋色香草分蓝植液5D不得显蓝色 取本品分置于三支试管中 每管各50毫升 第一管加入硝酸5D与硝酸盐1毫升 第二管加入绿花被农液2毫升 第三管加入草酸胺农液2毫升 均不得出现浑浊 取本品5毫升 至于试管中 于冰浴中冷却 加10%的绿化钾浓液0.4毫升 于1%的爱本安硫酸浓液0.1毫升 摇云环管低加硫酸5毫升 将试管50摄入度水浴中放置15分钟 浓液产生的蓝色与标准销酸盐浓液0.3毫升 加于无销酸盐的水4.7毫升 用同一方法处理后的颜色比较不得加深 取本品10毫升 至纳氏管中 加对氨基本环鲜氨的锡盐酸浓液1毫升 与盐酸耐盐岸浓液1毫升 产生粉红色 与标准的亚酸酸盐浓液0.2毫升 用同一方法处理的颜色比较不能更深 取本品50毫升 加碱性点化钢钾湿液2毫升 放置15分钟 如显色 与氯化氨浓液1.5毫升 加无氨水48毫升 与碱性点化钢湿液2毫升 制成对照液比较不能更深 取本品25毫升 至50毫升聚筛连筒中 加氢氧化钙液25毫升 密封镇摇 放置1小时内不得发生浑浊 取本品100毫升 加锡硫酸10毫升 煮沸后 加高门酸钾低定液0.1毫升 再煮沸10分钟 粉红色不得完全消失 取本品100毫升 至105摄氏度恒重的蒸发品中 在水域上蒸干 并在105摄氏度干燥至恒重 一流残渣不得过1毫克 取本品50毫升 加水15.5毫升 蒸发至20毫升 放冷 加醋酸盐缓冲液2毫升 与水适量 使沉25毫升 加留带以千安氏液2毫升 摇匀放置2分钟 与标准千农液1.5毫升 加水15.5毫升 用同一方法处理后的颜色比较 不能更深 取本品 采用薄膜过滤法处理后 依法检查 细菌 霉菌 核酵母菌 总数每1毫升 不得过100个 以上这些方法 在今后的很多检查中 一定会经常遇到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熟悉 尤其需要正确的掌握操作 及其判断结果 好 介绍完存化水的资源要求后 我们接下来介绍 注射用水的资源要求 注射用水是存化水 经过蒸馏得到的水 要求会更高 所以在检查项目上做了相对应的更改 接下来 稍后 感谢核酵母菌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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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按 速度 速度 无之 速度 速度 感谢观看